今天是我玩模型最爽的一天 没想到一台模型就会有如此强大的破坏力 我们先将挖斗拆卸 装上液压爪 打开车门观察环境 检查发动机是否正常 将油箱加满 擦拭干净之后拧紧油箱盖 将液压爪的油路截入气筒 点火启动发动机 今天的任务是尽可能的缩小 一拉罐的体积 首先我们把一拉罐对折 然后抬起大臂 慢慢将目标放置挖掘机枪下 开锁马铁 启动预待 三 二 一 两小时每一个男人 是巨大的 一 这 对他 模型能拽动两吨重的汽车吗 我们找到封闭场地 熄火挂空档放手杀 放入驾驶员 安装好拖车钩 铺上垫子 保护地面 为了符合施工方的要求 要提前做好防护措施 调整好挖斗的角度 就可以挂上绳锁了 将绳锁拉紧 引导员和安全员就位 点火启动 将在内部优压上升 OK 我们开大马力 开始见证奇迹吧 受限于封闭场地的限制 我们只将汽车拖拽了两米左右 怎么样 这样一台模型 够不够硬核呢 hd 互 Canadians 互 Canadians 互혼 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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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